墨西哥的外交政治格局一直以来都受到美国的严重影响,其国内近年来了也对墨西哥摆脱美国,影响走向自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民众迫切希望出现一位像普京一样做事硬朗的政治家来带领墨西哥走向自主独立。 今年他们需要的这样一位领袖出现了。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2月报道披露,墨西哥后任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表示12月份就任后将取消此前墨西哥海军购买包架美国MH-60R海岸直升机的协议。 他宣称墨西哥军队不需要这样一笔订单,这样的行为对墨西哥而言无异于一种浪费,如此直截了当的语气,凸显了奥夫拉多尔强硬的政治风格。 今年7月,墨西哥国内进行了大选投票,出人意料的是,刚刚成立的左翼政党再生运动派领袖奥夫拉多尔获得超过一半的得票率,设立当选墨西哥总统。 这位后院总统气势必然,在大选期间,就提出了墨西哥第一的口号。 显然这位总统也是一位狠角色,果不其然,奥夫拉多尔还没上任,就强硬对美国说不。 MH-60R海音直升机由美国西哥斯基公司研制,具有全天后及恶劣天后下作战的性能,可以进行反前作战。 在运武装人员穿越敌人防线,搜索搜救等任务,被夸要承担全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质直升机。 今年4月18月,美墨签署协议称,墨西哥采购美国八架MH-60R海音多用途直升机。 总价值高达12亿美元,这位强硬的后任总统退货之举,无音狠狠打了美国人的脸。 谁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拿着棒子满世界的收保护费。 墨西哥作为美国传统路上邻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甚至有人形容墨西哥就是美国的后花园。 特朗普虽然致不在此,但显然这次美国的后花园被这位新任的总统放了一把大火。 奥夫拉多尔提出的墨西哥第一,显然是效仿了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 但此举,也说明了墨西哥今后不会再延续以往总统对美国委曲求全的政治风格。 这次特朗普是真的遇上了对手,奥夫拉多尔此前在他所住的听好了。 特朗普中抨击了特朗普上任以来出台的种种不合乎情理的政治做法。 他直言不讳的称,特朗普是不讲人性的,甚至他还抨击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是纳粹。 许多人都认为,如果奥夫拉多尔上台,美墨两国可能会右边进墙、移民、贸易战等多方面问题进行强烈的对峙。 由此可见也不无道理,墨西哥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毗邻,所以墨西哥一直以来在军事上也依赖于美国。 自身国防安全靠美国提供保障,赶到美国的后花园。 早在1846年,美墨边境就爆发过一场战争。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无情地夺去了墨西哥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自此,墨西哥再也没有与美国争斗的底气。 但是不能保障自身国防安全的墨西哥永远走不出美国的阴影,奥夫拉多尔想必也会在墨西哥自身军事安全上下力。 此次巨购美式直升机就是一个佐证。 特朗普上任后对墨西哥做了一件相当过分的事情,那就是修建美墨边境墙。 最过分的是特朗普表示,美国拒绝为边境墙承担费用,反而生成墨西哥又来承担这项费用。 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墨西哥为此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 墨西哥总统当时也表示特朗普的要求,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墨西哥不会为此承担任何费用,这件事情使美墨关系急转直下。 这种现实也侧面反映墨西哥国内希望出现强硬的领导人,来带领墨西哥走出困境。 特朗普今天拿着关税大棒满世界要钱,但却没想到令他放心的邻国,这次也要跟他对着干。 不过这也毫不奇怪,以特朗普目前的做法,谁也难说由他带领了美国,会不会走向世界的对立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